還有一個旅程 今天剛剛歐牧師講到 是一個回家之旅 我們特別宣教師 真的有很深刻的對家的體認 因為我們在的地方不是家 可是又是家 就好像我們今天在世界上不是家 可是又是家 所以說其實我們都在努力的回家 我就想到因為歐牧師談到家 我就有個感觸 我就想到我在印尼的時候 剛剛上工廠很興奮的同時 很想家 想到自己的父母 想到我們熟悉的環境 我們離開了那麼熟悉的一個地方 到一個陌生的環境 真的會很想家 對家的那個感覺 特別的有獨特的一種 一種很難來言喻的那種感受 有一天我就在掙扎的時候 有一個宣教師 在印尼已經服侍32年的宣教師 他講了一個故事 今天我是有感無法 正好講到這樣 所以那時候 他講了一個故事 有一個西湖範 那時候在我們印尼那邊學語言的一個城市 叫萬魯斯 他在那邊 他辛苦了很多年 每一次回家的時候 讓父母都非常的傷心難過 最後呢 都是有點被迫的被趕離家 因為讓父母傷心 失望 然後又把他 有點不歡而善把他趕走 那他本身又很挫折 我這次回家又沒成功 所以他呢 就在外頭流浪的時候 有一天碰到一個宣教師 帶領他信主 後來信主以後 他就整個悔改 整個身體改變 他最後真的把那個癮戒掉 他就 這一趟的離家再到 他準備要回家的過程 他說將近十年 他說到他完全戒癮以後 然後他就覺得他自己 這次回家 是成功了 是榮耀了 所以他就回去 從四水 不曉得大家對印尼的弟弟 多麼認識 四水是東爪哇省的一個 叫什麼 省會 然後他到萬魯市 西爪哇省的一個地方 從這邊飛到這邊 如果用飛行來講 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那他就從那個地方到 到他家 坐飛機一個多小時 坐車子大概 因為他交通不是那麼方便 大概將近二十四個小時 他就回家了 離家一見到他媽媽的時候 他抱著他媽媽講 他說啊 我今天是榮耀的回來 但是我這個榮耀回來 花了我十年的時間 那個很感動人啊 他想說其實我們基督徒啊 特別宣教師的感受很深刻 就是我們到了工廠 是我的上帝要我待的地方 同時又不是我的家 又是我的家 然後我又有我的家 那我還有如果說 我們用長遠來講的話 我們還有天家 所以說啊 我們都在走一條回家的旅程啊 總有一天都要見天父 跟耶穌見面的那個時間啊 那是真正的回家 所以感謝神 在地上呢 我們有這邊的家 每個階段都是家 所以說 每個人都問我說 你家在哪裡啊 我說我住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這幾天我住在那個書長老家 他就是我家 然後我回到昆明就是我家 所以人家都問我說你家哪裡 我說我就是住 今天住哪裡 在我的家 我問我孩子啊 我孩子真的是 所謂的MK 他就是Missionary Kids 從 他是一個 我們叫做第三文化的孩子 Third Culture Kids 那 我問過他們啊 我說哪裡是你的家啊 他說啊 在空中是我的家 什麼空中的意思啊 就是你坐飛機啊 他最感覺到 Comfortable 因為 在飛機啊 很熟悉啊 他們從小都是坐飛機嘛 去上學坐飛機 到哪裡都坐飛機 所以說 他說我在那個飛機上 那個時間點最棒 所以說我的孩子啊 這是我從昆明到這邊來的 我跟他們講 我要到San Francisco來 他說好羨慕你啊 因為他說你可以坐飛機了 對他來講 他說 對他來講 那是我的home 所以我覺得 感謝神啊 我覺得我們都在這條 回家的旅途上 我們一起來走這條生命的道路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因為發現之旅嘛 那今天第二個發現 是發現 上帝給我們的一個獨特的善功 中文講善功啊 那英文講good words 那我以前很少留意這個work 那其實這個work啊 在聖經裡面講很多很多 所以後來我在 經歷這個神給我們的那個獨特的善功的時候 我就有一些查了一些經文的 但我今天很簡單跟大家分享一點點 那最主要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什麼叫善功 還有呢 怎麼來發現 上帝給我們的這個時間點 在我們的生命的旅程中的這個階段 他給我們獨特的善功是什麼 我相信一定會有 一般我們只是不去留意啊 那總是會有一個這樣的善功 在我們的身上 那所以我今天跟大家開始 我用一點 幾段經文來分享一下 有關於工作 有關於work 對 那這個 中文翻work呢 因為work有名詞 有動詞 動詞 它可能是完成 它可能是做成一個東西 那或者去做一件事情 那當它是當名詞的時候 它是一個工作 或者是一個事工 或者一個什麼特別的 那我看耶穌啊 他在 約翰福音十七章 那時候他快要離世的時候 他講了一段話 他說啊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了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 你托付天父 托付耶穌的事 就是工作 所以他托付他的工作 他完成了 那為什麼他講說完成啊 其實他有好多事情還沒有完成 他完成什麼 其實完成是 天父托付他的 那什麼樣道理 我們在世上啊 要需要太大 那麼多的工作 我不可能全完成 那我只去做 上帝要我去做的 那我覺得那個部分 我做到了 我覺得就是完成 所以那今天的耶穌就講說 這個 我享用的這節 約翰福音四章三十四節講說 我的使用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啊 做成神的功 這個功又是工作 又是work 那遵行上帝的旨意 做成上帝的功 而不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永遠做不完啊 上帝的功啊 完就是完 所以上帝是看 他給我們的這個階段 這個生命時間點 他給我們的善功是什麼 所以說呢 這個工作是神的工作 那我就想不到這個 詩篇這邊講的65篇啊 我這邊有沒有詩篇啊 我不知道 沒有對不起 詩篇65篇啊 十一節啊 有一段經文這樣說啊 就是 當然很熟悉的 他說 你恩典文年稅的官名啊 你的路径都低下只有 我以前沒有很注意這個 這樣很熟悉的經文啊 那有一天我在讀經的時候去看 你的路径啊 是神的路径啊 都低下只有 是神的工作 是神的路径 不是我的路径 所以說那今天我要用的經文 在這個 以佛所說二章 十節裡面 你講說 中文講說是 中文是什麼說 那我常講 因為英文是那個善功 去完成神的那個善功 那個good words 那中文是講出去 好像是做成一件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 一個 反正他沒有把那個 works翻譯出來就是 那不管怎麼樣啊 就是他有一個獨特的工作 那我就想到以佛所說啊 這裡面談到的這個 從第二章的第一節 到第十節啊 清竹的談 work 那我就講到三個 works 有一天我在讀經啊 我去把它抓出來一些 這三個特定 英文表表達得出來 比中文表達得好 那我就用英文來寫 第一個是 work for 對不對 然後再 work in 然後再 work through 其實上帝 work for 他是 他為我完成啊 然後呢 在我裡頭工作 然後呢 借著我去完成 他的工作 其實上帝在我們這一生 他成就了 一個非常獨特的心意 其實是宣教 因為上帝已經為我完成 他的救恩 然後在我裡頭工作 然後呢 他藉著我去完成 上帝托付我要去做的事 所以我用 呃 這個三個工作啊 來做一個開始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工廠上啊 神給我一些引導和經歷 那第一個就是 work for me 或 work for us 那就是在為我所成就 那其實就是上帝的救恩 所以在以後所書第二章第一節 呃 一直到 第八節這個期間裡面 他我把再錄了一個最主要的關鍵的 那個救恩的概念 他說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那 那 再有一些話 接著就說 然而啊 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呢 因祂愛我們的大愛 完成了下面三件事情 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這個是中文這樣翻譯 那第二個是 叫我們與基督一同復活 其實把我們與基督一同舉起來 那第三個呢 讓我們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我覺得這三件是 上帝完成日救恩 所以是 我們跟基督一同活過 我們跟基督一同舉起 然後我們跟基督一同坐在天父的右邊 就一起在天上 那我們所以說 到了第八節講說 他說我們得救這本福恩呢 也因著信 所以上帝的恩典 也是借著我們的信 所以這是 上帝為我們成就 已經做成了 那接著呢 就是基督在我們裡面工作 他在我們裡面做工 那就是他在我們裡面成就了什麼 那這是一個 我們叫做進行事 是一個ongoing 因為我們這個是一個旅程 那我們一直在經歷神的旅程 所以說 在我裡頭工作 所以在第九節這樣講 到第十節這邊講到說 我們也是神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那所以說這個是我們在神手中的工作 那一直不停的在做著 一直不停的在被塑造著 所以說我把陳左說 陳左說要接受真相 然後來被塑造 那這是我們在上帝的手中的工作 但是關鍵是喔 我不見每一個人都願意喔 被神來塑造 所以這個是上帝在我們身上 要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我在 我忘記了五月還是四月 我在那個 North Carolina 那邊的 那個Charlotte 那個 Billy Graham Center 那個 那次我在那邊去聚會的時候 弟兄姐妹帶我去那邊 看Billy Graham Center 然後呢 看到他的祁詞叫Ruth 他的那個墓碑啊 墓碑他寫了一句話很好 他說Under construction 然後呢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真的我覺得這好棒的一句話 因為我們都是神手中的工作 我們都沒有完成了 所以我們都非常的不完全 非常的有問題 那需要很多 AVLQ對我們的耐心 我們要對別人的耐心 那上帝對我們非常有耐心 我覺得那句話 寫的真的非常的有智慧 這是他墓碑上寫的一句話 所以其實我們是上帝手中的工作 然後第三個就是 我們叫work through work through us work through me 我們原來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 為了要叫我們行善 我剛剛講的 他這邊講的 為了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去行善 那中文講行善 就是叫我們去做上帝 給我們預備好的善功 那個good works 所以說英文是善功 所以說 那上帝一定有給我們一個託付 所以這個託付是我們要去發現的 我們要去了解 上帝給我們的善功是什麼 在這個生命階段以後 神給我們一個獨特的工作 那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經歷到上帝的帶領 這個善功怎麼完成 怎麼 奇怪 這個high tech有個這個問題 有個這個缺點 好 那我想什麼叫善功 我用馬太福音九到三十五節 耶穌講這句話講得很好 他說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 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 又一致各樣的並爭 那我把三個重點 三個動詞把它拿出來 第一個是教訓 就是教導 那就是我去培養裝備去端訓練人 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呢就是 宣講天國的福音 其實就是傳福音 就是在傳講 在傳揚天國的福音 那第三個是醫治 醫治各樣的並爭 當然這名醫治是包括身體上的醫治 也包括了我把它用通俗的話來講 我把它稱作叫做福音的御工 這面包括 其實主要就是福音御工 那用宣教角度來講 現在有各種不同的宣教平台 那我都把它稱作是 叫做醫治的範疇領活 所以這個就是 耶穌在世上他做了三件事情 那今天教我們跟隨他的人 也是這三件事情 就是教導 宣講 還有醫治 那英文就是 就是Teaching, Preaching and Healing 那這就是 上帝在我們身上 每一個人都有個獨特的 他的善功 只是每一個人做的不一樣而已 那所以就在這裡面 我們要去發現 上帝給我們的善功 祂托福給我們的 讓我們去洗 這個是很快的跟他分享到這個部分 就是善功的部分 那我一開始跟他分享 關於發現善功 我自己的過程 自己的經歷 因為我在這個上面 有很深刻的一個 一個尋求的一個過程 在 我在印尼待了 大概八年的時候 我們的拆會一直叫我們說 你們要不要去中國 因為我們是唯一 可以講中文的同工 那他跟我們講 派你們去中國 是最小的投資 是最大的收益 這個是用投資報索力來講 那但是我說 我們在屬林上 不應該用這個方面來看 但是他們講的有點道理 他說你們是我們唯一 可以講中文的一對夫妻 不叫你們去 那還叫誰去呢 那對我們來講 很大的增長 大概那時候八年吧 那時候我想說 我說八年多前 我好像一棵樹 從台灣移植到印尼 好不容易 每次移植就會受傷了 然後就好不容易 再熟悉了印尼的土壤 氣候開始慢慢生根 慢慢的熟悉了 那個印尼話非常的流利 那時候講到 我已經不需要去寫了半天了 然後呢 跟這些印尼人相處的也很好 上帝給我們的工作 我們也看見 所以你會覺得熟悉 一熟悉以後 有一個缺點就是 我們會帶著不走 就不想動 那我們才會說 一直跟我們講 第一次跟我們講 我們沒回音 第二次跟我們講 又沒聲音 第三次就跟我們講 他說你們要好好考慮一下 我們真的想要 我們很認真的 希望你們能夠去 那一年是2000年 然後呢 我們的亞洲地區的同工會 一起來開會 那叫我們 又跟我們談 他說你們可以再考慮一下 後來到了2001年的時候 最後第四次開會 又跟我們談這一次 談的時候 我們就說 好像不走都不行 那個 他在跟我們說 不只是最小的投資 是最大的收益 還有 你們在印尼的事工 我們其他人可以接聽 到了中國的事工 你們不去 那我們就找不到人 那如果要去 派一個美國同工去 最少兩年的語言學校 然後呢 再開始去發現上帝要我們在那邊的工作 他說不知道要多少年 所以說希望我們能夠再考慮 在那個時間點了 正好有一天 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我就突然收到我的小女兒的一封信 E-mail 她又跟我講 她說 爸爸 我建議你去考慮一下去中國的事 真的 莫名其妙 她寫個E-mail過來 但是我們正好在討論這件事情 後來 後來呢 我就跟我太太講 我說看樣子 我們呢 不人不去了 我們要去了 反正 要放下 我們根源的十年的一個工作 一個環境 一個地方 從陌生到熟悉 從討厭到喜歡 那 在這個不適應的情況下 變得很 就如魚得水的那種感覺 真的 很難割捨 我到今天 講到家 剛剛翁牧師講家 其實我真正到 我現在回台灣 我甚至到任何地方 我都沒有感覺到 家的那種感覺的深刻程度 比我到印尼啊 就到印尼的那個深刻程度啊 會超過任何地方 很有意思 我自己出生在香港 我在香港沒感覺 因為他六歲就離開 那到台灣是我長大的地方 比較有感覺 等到我到了印尼 我在那邊服侍十年的地方 我每次到了印尼啊 每次飛機要進亞加拿 要降落的時候 我體會到 那個中國 這個祖先啊 那個詩人講 那個靜香情雀 我真的有感覺 那種感覺覺得 啊 那個 那個回家那種 那種味道 那種 那種 那種感覺 那種周遭的環境那種 就就來了 特別一到那個 落地以後 走出那個飛機啊 然後走進進關以後 到了 真的那個 那個 Terminal的時候啊 哇 那種味道好熟悉啊 真的 真的 真的靜香情雀 我好喜歡印尼啊 所以說 我們每一次 我現在 講得誇張一點啊 我什麼都吃的人啊 我特別喜歡印尼食物 所以我們家啊 全家在一起 要談論事情的時候 談到這個吃啊 一定講到印尼食物 那個 我女兒每次跟我講說 你現在去哪裡 去美國啊 不接了死 然後我說 我要去印尼 哦哦哦哦好接了死 就是說 他們就因為有共同的 那種 那種 那種一起的這種 這種 不只是那個關係 還有一起的經歷 所以那個是真的 那個是家 所以 呃 我們 我們就在那個情況下 我們就離開了 離開了 印尼啊 然後我們就到 中國 然後我們就到昆明去 那時候呢 我們在之前啊 我們就開始跟神禱告說 神啊 我們拆會 希望我們到中國去 發展某個事工 那我說 我們跟神講說 你叫我們去 你要給我們的那個 Good work是什麼 我們真的這樣禱告 我叫事先在禱告 我說 我們拆會的心意是這樣 那你的心意是怎麼樣 我們真的這樣一直 這樣子尋求 那時候說 2001年的4月開完會 我們決定要去 那我們就開始為這個事情禱告 那有一天啊 我們在禱告的時候啊 神給我感動 他說 神的善功啊 不是我們去創造 我們不可能創造 因為上帝才是創造者 我們是去發現的 這給我一個很大的開啟 上帝已經創造好的一個事工 已經預備好的那個善功啊 要我們去做 那 那個是什麼 我們要去發現啊 所以那時候我跟神講 我說你要給我 讓我們看見 你要我們去的那善功是什麼 那 一方面禱告 一方面等候 什麼都走呢 我那時候還是 我們當在印尼那個地區的 領導負責同工啊 那我要交接我的工作啊 那可是又不知道什麼時候離開 那我們參會講說 你只要把那個去中國的那些 所有的需要 那個就是換成去講的經費 那個2萬多塊的經費 你只要籌到以後啊 你就可以上路 那我們又不知道什麼都可以籌到 所以說那時候我們就很多的禱告 在那個時候禱告的時候 我一直跟神講 我說那個善功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我們要去的時候我們去發現 那我們什麼時候出發呢 也不知道 那有一天啊 我在 我到從印尼飛飛到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東馬 我不知道你們對那邊地理環境怎麼樣 就知道那邊有個小城市 我們就飛行過去 那時候他們剛剛換了一個新機場 所以我對那邊不熟悉 我就一直找 我怎麼去 我怎麼去 飛機挺好的 怎麼進去我都不知道 我就看到遠遠一個透明的門啊 我就一直走 那時候上帝 是你敢感動我啊 他說你現在去中國啊 就好像是這樣 因為你一去走啊 你沒有走到 到門那邊去感應到那個 那個Sensor的感應的時候 那門不會開的 對不對 你就一直走嘛 你一直走到某個距離的時候 那個感應器一感應到的時候 門就開了 其實喔 那時候我就看見說 那個是to China 然後你現在走 因為我還是走在路上 你很遠嘛 你看不見門會開起 等到你走到的時候 門就會開 那個給我一個很大的 一種提醒啊 我就後來我跟我太太講 我說 我們繼續禱告 到時候 那個門就會開 所以呢 到了 嗯 到了那個 大概9月啊 9月左右啊 我有一天禱告的時候 我們夫妻一起禱告 嗯 然後我又 突然又有個感動啊 我跟我太太講 我說 我現在有個感動啊 我們要去中國工作 任何一個事工開始 它最關鍵的需要人 需要錢 啊 最重要的這兩個 我說現在人我們是要去 那有沒有其他人 我們不知道 那但是至少 還馬上去要要錢 我說那個善工是什麼 我還不知道 我說我現在有感動啊 我說我們把我們 那時候我們20%的 我們的生活費 是在支持那個 那個 山地裡頭的神學生 的生活費 跟他們的學費 那時候呢 神感動我說 反正你馬上要離開 印尼啦 要為將來的善工啊 有所預備 我那時候是有這樣獨特的感動 那就把這個奉獻呢 就把它放到一邊去 從十月份開始 開始要為中國的事工的需要 我先預備 這是神特別的感動 不是我每一個人都這樣做 但是呢 我就這樣子 我就跟我太太分享 我太太說好啊 我們就這樣 我們就憑著心心這樣做 那時候是2001年的十月開始 到了二月 二零零二零二月 我們就上了工廠 到了到了昆明 我們就開始 到時候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開始啊 就是我們 就像我昨天講的 到一個地方去啊 就是一片荒場啊 一個不毛之地 不知道怎麼樣開始 我們就重新再經歷一次 那我們就 然後提了兩個瓶箱 又到那邊 然後開始在那邊 學習那些 已經在那邊宣教的那些宣教師啊 跟他們學習 怎麼來開始一個事工 那時候我就想到 波阿斯的故事啊 就是那個路德的故事應該講 路德跟他的婆婆 回到了伯利恆 對婆婆是回到伯利恆 對路德來講 是到了一個異鄉 在二零二節這麼說啊 他說 他就下到場上 然後到二零二節的時候 他路德講了一句話 他說 我蒙誰的恩啊 就在誰的身後 拾取賣稅 意思就是說 我跟著這些 拾賣稅的人啊 但對我來講 是跟著那些老前輩們啊 一起來 學習他們怎麼去拾賣稅 那我就這樣 那時候我就這樣 用這樣的心態 我們就到了昆明 跟那些前輩們學習 就像路德一樣 就下到場上 來採取行動 來跟隨那些 已經在那邊拾取賣稅的人 看他們怎麼拾賣稅 那跟他們學習 我就 我們就這樣子 就住下來 那住到 到了那個 二零零三年的 年初啊 我們就突然間感覺到 因為那時候 我跟我 我 我妻子兩個去啊 我們的優勢是 跟語言很通嘛 然後就很多人過來找我們 加很多年紀啊 就很多人會找我們 說 你有什麼需要啊 跟我們談話 那 久了以後 就成為一種干擾 就是他們也不 也不預約啊 就是突然跑到家裡來啊 這些等等 那我們常常會受干擾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就開始思想說 這好像是 上帝要給我們的善功啊 真的 我們就這樣子啊 後來我想說 要不然呢 我們也在找一個合法平台 在裡面生活 居住下來 那我們也在找一個平台 那現在正好這樣的需要 是不是啊 心理輔導 或者是 心理諮商 在大陸叫 心理諮詢啊 是一個神要我們在這邊做的善功啊 所以我們就開始這樣子考慮了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去想 找說 怎麼方法來註冊 讓這個平台能夠合法 所以我們就 等候啊 一直看 那慢慢到了 六七月的時候 我們就找了幾位 本地的同工啊 有負擔的 我們就一起 到了九月份 2003年的九月 我們就去註冊 到註冊的時候 我把這個東西放到 就申請到的工商 工商局啊 工商局說你們這是什麼東西啊 他們他們聽過 什麼叫做心理諮詢 結果後來跟他解釋一下 然後他們就最後十一天 下面 結果我們就得到了 這個 雲南省第一家 心理諮詢公司 那我們就成了一個合法的平台 就這樣成立 再很有意思的是 當我在註冊的時候 我問他說 這個 開辦費要多少錢啊 他說十萬塊人民幣 那時候我就把那個 從2001年的十月份 神感動我從那時候把那個 十分之二的錢啊 把它放到一邊去 反正所有上帝給我們供應的一些錢 把它放在那個地方 為著這個善工來使用 當我知道是十萬塊人民幣的時候 我把它每次換成人民幣啊 一算是九萬八千多塊 你看上帝很奇妙 真的 你看上帝就是 這個 上帝預備那個善工 所以在以佛所說二章十天講 他說 有一個善工要我們去洗 這個善工是上帝已經為我們預備了 因為上帝已經創造好了這個善工啊 要讓我們去發現他 那我們要去預備好去做 所以我就想到 那個尼希米也好 以斯拉也好 上帝召他們去回去見聖殿也好 見那個城牆也好 其實上帝都是有事先的一種預備 他需要的直接的 第一個是呼召嘛 第二個是要有人嘛 有感動的 第三個要有經費 做工的這些材料 那第四個要得到恩寵 特別我在讀到尼希米跟以斯拉記的時候 聖經最多講到神的favor的地方 其實在這兩卷書裡 他就講到要得到上 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們發現政府的許可 是非常的重要 那這些恩寵 所以回到我就覺得說 那個怪物的以斯拉記跟那個尼希米記 講好多這些恩寵 所以他們就得著了王的恩寵 給他們允准他們去 不管以斯拉也好 尼希米也好 那我們當我一註冊成功的時候 我很高興 我感謝神啊 我得著了王的允准 中華人民共和國 雲南省昆明市這個王啊 允准國 真的嗎 所以我就感謝神啊 所以這就是啊 我覺得 真的喔 真的 上帝會激動這些外邦王啊 讓我們去做上帝 預備我們要去做的善行 這個 以斯拉或者是尼希米的經歷 我在中國昆明啊 我經歷到 真的完全從無便有 也不知道什麼心理諮詢啊 什麼想都沒想過的東西 這善行就出現了 而且那個經費有些那麼奇妙 因為啊 我們是 我們拆會是一個預算制度的一個拆會 就算我找到了善工啊 我如果沒有這些錢啊 我也沒辦法出車 我要跟他講說 我寫了一個報告 寫了一大堆 我要現在申請要多少錢啊 十萬塊人民幣才能夠申請這個 還要得到它許可 那折騰來折騰去 可能已經 我講得誇張一點 至少一年以後 可是現在時間點啊 上帝早就感動了 有預備 所以我覺得上帝激動外方人的王啊 同時也激動我們 他要招我們去做的人的那個心理 那種預備 所以他也預備了這種 所謂的金子銀子財寶 或者是木料 或者這些 這個都是經費的需要 那然後呢 當我們大家 就是能夠還得到王的允選 然後 然後 我們就可以讓這件事情請就 當然這過程一定會有很多困難 當然 像 以斯拉也碰到困難啊 就有人來攔阻他建聖殿 當然 尼西米也是一樣 有三巴拉的攔阻啊 就有各方面的 不管怎麼樣啊 但是呢 這些攔阻都沒有辦法 讓上帝的善功啊 要成就 因為這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是神的善功嘛 是你的路径一下只有 我已經完成你的工作 不是我的工作 那所以我又開始 我就比較輕鬆了 不然我會患得患失了 像我這個人啊 很衝的人啊 往往會衝過頭的 會走得比上帝快 那就一直想把這個事情完成 後來上帝一直跟我講啊 他說 這個工作是我的 你放心 你躺著幹你都可以 都可以幹得起來 當我知道 上帝知道我不會躺著幹 他知道你會做過頭 我覺得我們這一輩子 我們這一輩子 這一輩子 這一代的人 在大陸來講 六零年七零年 這一代的人啊 都會做過頭 都會非常認真地去做 拼命地做 他到了八零年代後期 到九零年代 拼命不會做 那其實每一個不同的人 我們要對他有不同的話要說 我覺得上帝也是會對我們這樣講 所以我就覺得說 所以我看到 就是我在開始為這個事情祷告 就是說 這個是從我們印尼開始 一直走到中國去 這個 transition 這個過程 不是出於我的意願 但是最後我順服 但是我也看見上帝這樣子做 開錄 2003年9月 平台搭上 到今天 11個年度 11個年度 超過了 所以感謝神啊 所以說 我就回頭來看 我能夠到那邊下道場上 來學習 看你要怎麼收割 收割麥子 拾取麥子 然後呢 看見這個事工的出現 這個平台的搭建 看見這個上帝的時間 因為那時候正好 胡錦濤剛剛開始上任 胡錦濤講了一句話 他說要 構建和諧社會 你看我去就是構建和諧社會 所以當國安局在跟我談話 跟我喝茶的時候 他說你來幹什麼 我說我來構建和諧社會 是啊 我真的是構建和諧社會啊 你看我住在那邊去 我住在昆明 然後呢 幫助這個昆明市的社會的發展 那些人 做生意的是 去賺昆明人的錢 去蓋高樓啊 對吧 我說我在構建一個 心裡和諧的一個社會 所以這次啊 這個神的恩典 那讓我們能夠有機會 能夠進入到 進入到這個場上啊 去發現上帝的善功 然後發揮神在我們這個時間 生命階段裡頭 他要我們去行的 那獨特的 獨特的工作 所以感謝主啊 所以我就在這樣一個平台從開始 一直走到今天 經歷太多 太多奇妙的事情了 很鼓勵人啊 當然很多事情不好說 但是不管怎麼樣啊 那我們就在這裡頭 我們就做 因為有個平台以後 我的身份也比較確定 然後 在這個平台上啊 我們可以服務社會 我們又可以幫助教會 我們又可以做很多各種不同的訓練 那 每天會來什麼樣的人啊 你都不知道 他就會 各式各樣的人都會來嘛 你會有時候讓你很驚訝 可是我們就看見了 就在這個服事裡頭 看見上帝的作為 所以我剛剛講到 最寶貝的一點呢 我覺得我在做這個 上帝這個善功裡頭啊 這樣的一個平台啊 我感覺到 我們是站在社會的第一線 我們可以感受到 這個社會的脈動 那真的 因為從來的人 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啊 今天是六零年代的人來的 七零年代的人來的 八零年代 現在九零年代來的好多個 我從九零年代來的人裡面 我知道他們的想什麼 那我就剛剛講到說 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的人啊 是文革時間成長 是出生的 那那個時候啊 當然在那個特殊環境下 所以他們很負責任 很會做 拼命的做 那就很強勢啊 他的負面也是強勢 就造成關係很緊張 很會做事的人 關係會有個問題的 所以說 所以是關係很緊張 那就造成很多的問題 他們就來輔導啊 我們就慢慢了解到這群人 那到了六零 八零年代的 七零年代 叫九零年代的 他們就 世界是繞著我轉的 這個 因為富二代出現了 那個官二代 富二代出現了 覺得好像這個 什麼事情是理所當然的 這就是一個 所以我就慢慢看見說 這個 整個的這個社會的 這個 這個 時間的 這個 移動中 他每一個年代之間的這種差異 所以這個 我就在 這樣子中間 我也在學習 我們也看見很多人 在這個過程中 改變 我自己做過統計啊 只要來我們這個 諮詢平台的 一個非信徒 沒有聽過福音的人 他只要每一週都來 或者每兩週都來 他持續來 能夠來到一年的 以上的 百分之百會寫 真的 我做過統計 從2003年 九月開始 其實我們真的開始運作 是2003年的十二月 一直到2003年的年 2013年的年底 我在辦公室 我們都有統計 有九十一個人 在我們這個平台上信徒 就是這樣子啊 他們就來了 他們帶了很多的問題 非常 非常broken的這種情況下 當時上帝的恩典 引到他身上 很多人有很大的改變 我要講一個人啊 這個人啊 雲南大學畢業的 非常優質的一個姐妹 但是喔 他 他有一對父母啊 就是 他的父母啊 應該這樣講的是 他是他的父母 你要了解我意思 就是說啊 他是父母的女兒啦 但是實質啊 他是他父母的父母 你了解意思 意思就是說 父母不負責任的 那就是要著他這個 讓那個女兒來照顧他們 什麼什麼方面都要他照顧 所以呢 他就過度的付出 那這是 六年代 七零年代 七零年代的人的 一個特質 就是很會付出啊 做過頭啊 然後呢 讓父母就更加的負責任 然後他就很多的苦毒啊 在那個時候 他發生了非常嚴重的抑鬱現象 那個時候 那個到智商的念頭 到那個 反正就是到不想活的情況 他有人介紹 他就來到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心理智商的平台啊 就來到我們那邊啊 那我們就 剛剛走進來的時候 我可以看見他啊 真的什麼叫做 壓傷的乳鬼啊 什麼叫 江蟬的東火 真的是這樣的 非常的 然後呢 才三十歲出頭啊 已經 反正就是 看起來就是很老啊 反正就是 非常的 非常的低落 然後就陪伴這個 這個姐妹啊 大概有 四年多 他完全從這個地方走出來 他最後連藥都不吃 這上帝的恩典 最後呢 上帝給他預備一個 一個男朋友 然後他結婚 結婚的時候 他請我要去證婚 然後給他們祝福 結果他們教會不允許我去 我去給他們 給他們證婚 因為他們教會 他們教會習慣 不管怎麼樣啊 後來我說沒關係 我們再另外找個時間來 來幫他 幫他祝福 當我給他祝福的時候 那個什麼叫做 嚎啕大哭 因為一輩子 沒有聽過 他的爸爸媽媽 對他說過 一句祝福的話 才剛剛開始 哇 那個已經是 不可控制了 你可以知道 你可以知道 那個叫什麼 那個 如果用形容來講 就好像那個 九漢那個 那個田啊 那個烈的那個 就很乾到那種地步啊 那個 那個雨一下來啊 你要花很長時間的雨 才能夠滋潤這塊土地 真的 他的心情就像那樣子 我才那樣子跟他一說 哇 那個真的 那個時候他的男朋友抱著他 他 都沒辦法 有點沒辦法站起來 結果呢 慢慢慢慢平靜了 這個記者跟他說完 他就 就很感動 覺得你要上帝 愛在他身上 他親自的經歷到 他怎麼走過 什麼叫做壓傷的蘆維啊 呃 上帝不整斷 江蟬的燈火他不吹醒 他經歷了 我覺得這就是感謝神啊 就在這樣的一種 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我們 我們進到了中國 我們在這種環境下 上帝給我們這個善功 那我們就看見了 很多很多上帝 在這個平台上 他要成就的事情 不是我要 我做的 他成就 這是他的工作 只是要我們去做 我覺得這是什麼 這就是善能 那感謝神 我發現 那也感謝神啊 上帝厭重我們 夫妻啊 去做這件事情 那就這樣子 就一直到今天啊 十幾年下 那太多的這種 在這個期間裡面發現 就是 看見上帝的作為 那我最近啊 在 在思考啊 因為我從那個 來的人啊 以後啊 我慢慢看見 因為整個中國在變 那環境一直在變 我就看到啊 這個善功的 實在意義啊 我把稱作實在意義 就是 因為中國的環境啊 我 我簡單來講 這邊有很多大陸來的 有多少 那我相信你們對這個 對大陸很了解 對中國大陸很了解的情況 但我在那邊住了十幾年的時間啊 我不敢講我是中國通啊 我還半個通是有 我非常了解到這個 這個大環境的這個整個的變化 在這樣一個過程裡頭 我自己做了一個綜合啊 不曉得 大陸來的弟兄姊妹 聽聽看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有幾個獨特的東西啊 第一個啊 當然它文革的一波是存在的 當然這個政治面 我不談啊 那 隔代的教養啊 在中國非常的普遍 隔代教養 獨生子女當然是另外一件事 這是三個它很獨特的地方 當然獨生子女現在慢慢在全世界 也在走向這個 因為 現代人不要生孩子 那這是 那這是 這是中國的三個獨特的地方 再加上一個全世界出現的一個 一個特色 特色特別的現象 就是 網絡時代的來到 那再過來就是 物質主義的抬頭 再第三個 我把它稱作 後現代化的影響 這個是在衝擊著整個世界 那也是更衝擊著今天中國 我從 為什麼我看出來這一點 我從那個90年代的人身上 看見就是 後現代的影響 在這個年輕人的身上 越來越明顯 我以前沒有注意到 我覺得 一講到中國大陸的福音工作 大家很可酷啊 大家很想要信主 大家很怎麼樣 其實 今天的時代 有點在改變 當然 不是說 比起別的地區國家來講 它還是可酷 但是 它在變化 那我就 發現到 人類福音的福音 不像以前 不像我12年前 以前你跟他們上課 寫的不停 現在 要評估一下 你講的怎麼樣 完全不一樣 然後呢 你說它很可目真理啊 其實 慢慢受到物質主義的影響 其實也不要 我只是想要到教會 過一個更好的生活而已 很多人是這個樣子 那 你想要 要談到 要跟隨主 那更難 信主可以 但是不能跟隨主 這是一個教會的現象 那 再過來呢 就是 現在後現代的影響 我要簡單談一點 後現代 後現代我簡單來說 它的特徵是什麼 它是 道德是多元化 沒有絕對的真理 第二個是 對不起 那個還有真理是相對 相對化 就是沒有絕對真理 第三個是 宗教是經驗化 他們 所謂的 我一定要經驗到 你不能跟我講一大堆空空泛泛的這種理論 他很難接受 信仰是個人化 你不要管我 你信你的 我信你 然後呢 對未來 我把它稱作是悲觀化 真的喔 這個 我從這些90年代來的人 我跟他談話裡面 我得到的一些經歷啊 所以他內心充滿著創傷啊 充滿著一種關係的疏離 越是富二代的關係越疏離 那價值非常混亂 然後呢 沒有歸屬感 所以非常渴望歸屬 所以呢 他 加上今天時代 他的壓力遠遠超過 我們他 我們在他那個年紀的時候的壓力 要大很多很多 所以呢 如果一個 現實環境的壓力這麼大 再加上剛才講的一些觀念 所以產生了非常多的情緒失調現象 我把它稱作 不管是抑鬱焦慮 或者是什麼強迫症的 什麼一大堆的事情會發生 那這個喔 就是後期現代的一種特徵 他將他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裡頭 那他非常沒有安全感的情況之下 非常缺乏愛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又要裝得他非常的強大 然後又要 我就是老大 沒有人可以管我 我的標準就是標準 所以他 這次簡單的就是這樣 在美國 現在非常的嚴重啊 那現在在中國年輕人身上 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那我就發現到 對這些人呢 要跟他們談是怎麼談 我簡單的做了一些 大家聽聽看 第一個是要建立關係 他們很在乎的關係 你沒有關係 不要跟我講道理 第二個呢 你要服務他 你要跟他要接著 你要給他一點服務 第三個 更重要的是 在關係裡面 你要聽他的獨特的故事 你要聆聽他的故事 他當你對你有點信任的 很喜歡講他的故事 不然的話 他這個故事啊 會封鎖得非常的緊密 他把它藏在一個地方 他可能會藏一輩子 那後面的問題都會出來 再過來呢 他需要相當多的了解 我們要去了解 他很多耐心在裡頭 而且呢 要從旁來引導他 就是 英文叫兵衛 就是跟他在一起 不要給他訓話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就是要 全方位的關懷 不是某一個 像我們傳扶 一般人家新竹啊 我給你談 屬立的四個地律 他把你甩掉 你都不理你 你少來跟我這一套 他很渴望被愛 但是呢 他不喜歡這樣 那所以說啊 這個是我看見的這樣 然後呢 要跟他一起來分享 我的經歷 他很在意這個 那再過來就是 最後雨的時候 我們要一起跟他走 這條生命的旅程 因為父母不跟他走 因為父母都忙得一趟 父母要什麼 給他什麼 他們最需要的部分 父母是給不出來的 那就是時間 其他父母全部給得出來 那最好你要錢 我給你錢 最近我剛剛出來之前 我還在處理一個案子 就是有一個孩子 十幾歲的孩子 他厭學了嘛 那他很焦慮 他每次到學校就不敢去 但我們這些輔導慢慢慢慢 他從不想到學校 到最後考試 又通過要進入高中啊 全部都很好 那開始要去學校的時候 他孩子又不想去 那最後啊 我們就跟那個父母講 父母最後他怎麼樣 因為他把孩子交給我們了 就好像是我們的責任 如果他沒有好啊 是我的事啊 那後來我就跟那個父母講說 我說不是這樣 我說我們是願意跟你一起配合的 但是很關鍵的是你父母的責任 他為什麼孩子不願意去學校 因為這個孩子很關心父母的關係 因為這兩個父母是不能夠相容的 所以他就很焦慮 他就想到說 如果我去學校 我沒有在父母身邊啊 他們一定吵架 後來我把這個真相告訴父母啊 我說這是你們要去注意的 你們不要再吵架 那孩子絕對安心上學 真的就這樣 所以說這就是今天的社會的現象 那他們所要的福音啊 他們絕對需要福音 但是他們的福音不是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 你來教會啊就好 我們需要一個相當的時間 跟他建立這個關係啊 讓他進入 我們所要希望他進入 所以我是覺得說 所以我剛才講 要建立關係 要跟他陪伴他 要聽他的故事 我講一個實際的一個案例 90後的 他來到我這邊 富二代 典型呢 就是世界繞著他鑽的人 他沒有一樣缺乏 就是缺乏愛 那可是他就非常渴望愛 然後他裝著他不需要愛 那我就 他說要我說 你為什麼要來 我爸爸叫我 那我說你要不要來 我不想 那我說那你怎麼坐在這邊 那他也沒話講 我說你既然來 你坐在這邊 我們去談一談 我說我保證 你跟我講的話 我不會告訴你爸爸 他感覺到他鬆一口氣 我不跟你爸爸 站在一個陣線上 我跟你站在一個陣線上 然後他又鬆了一口氣 那我一直跟他講這個 我說為什麼 我給你站在一個陣線上 因為你太重要 你太可愛 你太值得被愛 你太需要愛 越講了他就 越來越放鬆了 後來就媽媽有點笑容 後來我就跟他講了 我說你跟爸爸關係怎麼樣 眼淚就哗一下 我說你背後有一個很獨特的故事 這個故事我喜歡聽 上帝更喜歡聽 你看他 好放鬆 開始 一講的時候開始哭 這一哭 所有的壓力 所有的委屈 所有的挫折 我覺得這個 跟著這個淚水就流走了 一點點 就這樣 後來我就 我就得到他的信任了 他很喜歡跟我講話 他很喜歡 講他的故事給我聽 不然的話 我們沒有一個人去聽他的故事 我相信他這個故事 會在他心裡面封鎖一輩子 最後帶進墳墓 這個是人的現象 所以感謝神啊 我就覺得說 聽著這樣子 讓我們有機會 跟他就這樣慢慢慢慢談 他就越來越融化 後來我說 你要不要去教會 他就會願意 等到你關係建立以後 你賣什麼 他要什麼 那就這樣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今天這個時代 我所謂後現代的一個特質 就是世界是繞頭轉 不是世界的中心 沒有人可以管我 我就是標準 但是呢 他們又非常渴望關係 又是非常害怕關係 因為他們在關係裡面 受到最大的傷害 就是來自他的父母 因為父母只是有錢 只給錢 其他全部給不出來 所以這就是他們的情況 所以呢 他們就 我們走進他的內心世界的時候 他就 越來越自在 越來越輕鬆了 笑容就來了 你看到他肢體圓 你可以看得見 他的那個輕鬆的感覺很難形容 但你看得出來 就這樣 所以感謝神啊 我覺得說 這就是神給我們善功 我想都沒想到 我回頭看 十二年前 十二多年前 甚至在十四年前 當我們猜會告訴我們 要到中國來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任何的概念 到我甚至我踏進中國土地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要做什麼 你要在這個過程中尋求神 神的善功出現以後 這個平台搭上了以後 讓我的身份更得到確定 能夠住在那邊 長期住下來 同時我也從這些來到我們 中間 給他服侍的人身上 我們學習到好多好多 回過頭來 我在想說 當我們看見一個人 這樣在改變的時候 我有時候在想說 十二年前 我做夢都不會想到 但是上帝的善功 這不是我的善功 是神的善功 讓我們能夠有這個機會 成為一種榮幸 讓我們去做上帝 託福我們要去做 我覺得感謝主 這是神的恩典 我覺得最簡單 我覺得還是要回到講 這三個工作 三個 works 動詞的 works 那這個 work for me work for us work in me work through me 那我覺得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樣 上帝在我這個生命裡面 帶領我們走著 所以我們能領受救恩 接受改變文 然後呢 同時尋求上帝給我們的善意 讓我們能夠跟神一起同工去完成 感謝神啊 我們一起做個託告 天母我們感謝你 你在我們身上的那個獨特的心意 非常的奇妙 而且非常的偉大 大到超過我們 能夠想像 我們真的明白 你為什麼這樣救贖我們 同時你為什麼這樣厭重我們 為什麼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讓我們在這邊 能夠做你要我們做的事 但是神讓我們感謝你 這也都是 你在我們身上的獨特的愛 獨特的厭重 神讓我們謝謝你 讓我們今天能夠有份 坐在這邊 能夠一起來享受 在基督裡面的關係 在主裡面的團契 讓我們能夠同時 成為你手中的工作 讓我們那個生命能夠 越來越茁壯長大 同時也有機會 跟你同工來做你給我們獨特的工作 我們謝謝主 我們也求主繼續的堅固我們 引導我們 讓我們能夠與你同行 與你同在 然後一起走這條 你帶領我們走的這條道路 我們謝謝你 我們將祷告 公主耶穌基督的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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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